你希望把產品賣到中國大陸嗎? 你知道中國大陸看不見你的網站嗎? 在中國幾乎人人都使用微信 你知道該如何把訊息發到他的微信嗎? 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2013年中國大陸的微信公眾號的申請人數正在起飛 而在2014年的時候 我也透過大陸朋友的幫忙 請他們幫我代辦了兩個微信的公眾號 但是到了2017年之後 因為微信的官方要求實民認證的關係 而我當初的代辦人早已經不知去向 無法帶為認證 因為認證必須手持大陸的身份證自拍 然後上傳到微信的官方 所以我的公眾號就全部被官方封鎖了 其實不只是我的帳號被封鎖 許多透過大陸人代辦的公眾號都已經被封鎖了 但是好消息來囉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課程 就算你不是中國大陸的居民 也可以申請公眾號囉 這叫做海外公眾號 而且這個海外公眾號 也可以被中國內地的所有人看見 以前是看不見的喔 那為什麼申請微信的公眾號這麼重要呢 以下幾個非常重要的功能要仔細聽 第一可以當成官方網站 解決中國內地的民眾 看不見大陸以外的地區網頁的困擾 因為這個大陸地區的防火牆啊 它會阻隔大陸的人看海外的網站 所以大陸的居民常常需要透過翻牆的軟體才能夠看到大陸以外地區的網頁 那第二呢 你可以在這個公眾號聊天室的下方 放置網頁的選單 並且製作圖文並茂的網頁 包含影音等等多媒體的網頁 第三可以收集粉絲 並且大量群發圖文影音等等的訊息 第四可以一對一和粉絲聊天喔 第五可以自己將粉絲設定標籤來分類成不同的群組 第六他可以針對指定的粉絲群組來群發訊息喔 第七除了每年的認證費用之外 群發訊息完全免費 第八沒有粉絲數量的限制 所以就算你有100萬個或1000萬個粉絲 也能夠免費群發你的訊息 第九2018年微信的活躍用戶已經超過了10億人 遍及了世界各地 這代表了你的市場也能遍及世界各地 但是就算你申請了微信的公眾號 也不會有粉絲啊 那沒有粉絲的話 你要群發給誰呢 就好像你在台灣你可以在5分鐘裡面 就可以申請一個Light at的帳號 但是你的Light at如果沒有好友的話 你就沒有群發訊息的對象 這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這個課程除了微信的公眾號 這個使用教學之外 更重要的是 會教你如何去使用微信的個人號 來增加你的粉絲 那這次的課程呢 我邀請了在中國大陸工作多年的 Elvis 來製作 我和Elvis 是在2013年的時候認識的 那之後呢 我就繼續留在台灣 做網絡行銷的教學工作 而Elvis 呢 他則是西進到了中國內地去研究當地的網絡營銷 並且輔導台灣的中華企業 到中國去成立公司 以下就是Elvis 的自我介紹 Hello 你好 我是 Elvis 很開心在這段影片跟你相見 OK 那這段影片呢 主要跟你分享是有關於我們最近推出的 一套線上課程 叫做微品牌中止營銷學 那這套課程呢 主要是想要幫助 希望透過微信這個平台 這個APP能夠在內地建立他的個人品牌 甚至透過微信 去產生更多的客戶引流流量的 這樣的一個方法的人 都非常適合這套課程 OK 那這套課程呢 主要是 Elvis 大概在 兩三個月前跟奶爸聊到 因為奶爸呢 他本身是專注於在台灣的網絡營銷的這個教育上 也培育出非常多 厲害的這個網絡行銷人才 那 Elvis 本身因為大概是在三四年前 我就已經接觸到 內地的這個微信營銷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也是最早 一批在台灣推動整個微信營銷教育的團隊 同時呢 我們也幫助非常多的企業跟個人 透過微信營銷跟微營銷 正式進軍到中國市場 也幫他們做類似跨境電商這樣的一個 物流 信息流 還有金流 還有這個導流的相關的一些服務 OK 所以我跟奶爸聊呢 他就覺得 因為我們想要建立的 不只是台灣的網絡行銷人才 而是希望建立更多也懂得怎麼樣運用 內地的一些營銷工具的人才 所以我們聊聊聊就覺得 應該能夠推出一個這樣的課程 來幫助更多在台灣的朋友 能夠學習這樣的課程 同時用更簡單的一些方法跟步驟 就快速幫助你建立你在內地的個人品牌 OK 所以這套課程呢 其實就是錄給你的 OK 所以如果你本身呢 也想透過微信營銷 來建立你在內地的個人品牌 以及透過微信營銷 在內地找到更多精準的客群 同時透過微信的公眾號 來建立你在內地的自媒體 IP品牌 那這個課程都非常的適合你 同時在這樣的課程當中 Albus額外再加正了一套 加碼的好理系統 這套系統叫做總指營銷廣告系統 它這套系統可以幫助你什麼呢 幫助你客戶能夠主動找上你 透過在內地非常非常多人 去瘋傳的一些熱文 把這些熱文的廣告流量能夠導到 屬於你自己的微信的個人帳號 或甚至是公眾號 去達到精準引流的效果 所以我相信這套系統跟課程 對於想要在內地建立個人品牌的你 一定非常適合 OK那我們就在課程當中見囉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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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